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半的人是非常反感讨厌特朗普 过去一年多以来 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民主党议员提议 要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 比如说通俄门弹劾特朗普 但是民主党的话审人都觉得时机未到 而这两天时机终于到了 9月24日民主党人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 要开启对于特朗普的弹劾调查了 由此特朗普正式成为 美国历史上第四个被弹劾的美国总统 咱们恐怕最记忆犹新的 就是20年前美国总统克里顿被弹劾 没想到20多年之后 我们又可以看这样一幕好戏了 未来这个事情一定会持续发酵 成为一个很大的热点 而今天我们先跟大家简单讲讲 这次让特朗普被弹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可能特朗普自己都没想到 他的很多对手想用通俄门把他搞掉 然而他啥事没有 而他竟然会栽在通乌门上 特朗普这次被弹劾 最关键的因素是 有人指控他多次给乌克兰 现总统泽林斯基打电话 并且给人家施压 施什么压呢 特朗普要求泽林斯基 调查拜登的儿子 拜登是谁 以前我们跟大家聊过 拜登是奥巴马总统的副手 美国的前副总统 拜登今年也是七十多岁了 但是人家老当异装 拜登宣布了 他要挑战特朗普 已经参与了民主党的总统初选 很有可能 拜登未来将代表民主党 2020和特朗普一决雌雄 拜登的人望势力还是非常强的 美国人民今天还津津乐道 传说一个事 拜登的大儿子当年得了很严重的病 但是拜登的人很青年 没有多少积蓄 甚至要卖房来给大儿子治病 当然很不幸 后来房子还没卖 大儿子就去世了 拜登有很高的民望 而且支持度也很高 很有可能成为特朗普挑战不了的对手 所以特朗普打电话 给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 要求乌克兰帮忙调查拜登 怎么调查呢 因为拜登还有个二儿子 拜登的二儿子 长期是乌克兰最大的一个石油天然气公司的董事 甚至有传闻说 2016年的时候 拜登以美国副总统之尊 访问乌克兰 访问的时候 当时拜登就跟乌克兰当时的总统讲 你们那个总检察长不好 你应该把他给换掉 而有人就说 乌克兰当时那个总检察长呢 曾经就要去调查 拜登二儿子所工作的那个公司 特朗普得到这个宪报之后 如获至宝啊 所以特朗普几次三番的给泽林斯基打电话 要求泽林斯基一定要派人好好查查这家公司 尤其是查查这家公司给拜登的二儿子开了多少钱 有没有利益输送 甚至在整个利益输送的过程中 拜登副总统有没有参与 你想啊 如果真让泽林斯基调查出来了 那特朗普不跟剪刀枪一样 这个子弹一打出去 拜登的民望知识度就全完了 甚至为了让泽林斯基好好调查这个事 据现在披露出来的消息说 特朗普还几次三番的施压 那意思跟泽林斯基讲 我每年给你这么多美元 帮助你建设国家打击俄罗斯 你要是不调查这个事 那对不起了 给你的美元援助我就要停掉了 你想 特朗普等于是拿美国的国家利益 去要求另一个国家的元首 帮他调查打击自己的竞选对象 这个罪名甚至可以称之为叛国呀 这比通俄门还要厉害呀 因此在得到了这个事情的准确献报之后 佩洛奇宣布开始对特朗普的弹劾 虽然到目前为止 这个事情众说纷纭 特朗普一方也出来表示 他绝对没有做对不起美国国家利益的事情 但是这幕弹劾的大戏算是拉开了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蛮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订阅